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农历春节将至台南市贵人文化中心规划一系列的2018迎新活动,甚至配合苟年邀请主编名家张永旺协助打造高多余粮米5的大型米格鲁装置艺术,作品今天正式亮相成为亲子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。 市政府永华文化中心管理科长方敏华表示,贵人所在的南关县,早期以竹编工艺远近驰名,因此取材打造狗年意向,让行春创作也兼具地方产业特色。 这件大狗装置艺术,由台南市主会理事长张永旺监造,秘书蔡惠亭设计,并带领师生团队合力创作,历时半个月完工,坐落在归人文化中心广场的情人桥前。 张永旺说,这件大型创作长高都超过两米5,取材台湾特有种的长枝仔,运用了近三万片的竹面,努力编织出来。 除了大狗之外,张永旺也缩小比利,创作了五件小米格鲁,一起展示,贵人文化中心在邀请区农会七甲花会产销班长黄一斌协助摆设盆栽,进行景观设计,让装置艺术更具美感。 归人文化中心的美术馆春节期间仍有展览,大年初五则将举办薰风茶西音乐会,现场安排品名,并欣赏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的演出。 欢迎各界参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